大家好,我是闹闹,今天将为大家讲解Stable Diffusion如何通过Move to Move结合ControlNet制作出流畅丝滑的视频。 先来看一小段成片吧。 人物的面部表情和手部动作控制得都蛮好。 首先,我们打开Stable Diffusion,然后要安装Move to Move这个插件,点击Extensions,点击Install from URL,粘贴Gethop下载网址,网址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然后点击Install就可以安装了。 我已经安装过了,所以这里就不再点了。 然后再点击Install里面的Apply and Restart UI,重启一下我们的Web UI。 重启之后,页面上面就增加了Move to Move选项卡。 制作视频之前我们要先通过Image to Image生成一张满意的参考图。 先填写提示词和负面提示词,并上传一张参考视频里的截图。 调整下方的参数设置,勾选面部加强,尺寸调整一下,先出两张图。 Demising Strength重汇幅度,调到0.35就可以了,点击出图。 选取一张满意的图。 点击绿色按钮,获取它的种子seed,将它的种子号记下来,后面制作视频时需要用到。 点击Move to Move选项卡,粘贴提示词,负面提示词,上传准备好的参考视频。 然后进行下面的参数设置,取样部署,我设置20,太高的话,图片迭代次数太多,影响出图速度。 如果追求画面效果的话,这个值可以调整到30。 Generate Movie Mode视频生成模式,就是解码器的意思。 我选择的是最后一个Lated,我测试时使用HR64会出错,大家在测试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CFG Scale可以调高到10,然后Demising Strength减到0.3就可以了。 Move Frames视频帧数,我设置的30,就是每一秒视频由30张图片组成。 Max Frames最大帧数,是只产出的视频,控制多少帧数。 我的做法是先填一,出一张图看效果。 效果没问题后,再出60帧,也就是两秒的视频看效果,没问题,再接着做视频。 然后下方的C种子,一定要将前面IMG to IMG10做的参考图的种子填过来。 接下来,我们要设置ControlNet的参数,Enable一定要勾选才能开启。 Pre-Processor处理器,我选择的是OpenOS4,Model也选择OpenPulse。 ControlNet的1.1版本增加了许多处理器的选择。 我们甚至可以使用多个ControlNet分别控制人物的脸和手,以达到更精准的效果。 大家可以自行测试,这里就不展开讲了。 ControlWeight控制权重,我们调到0.2或0.25就可以了。 数值太高的话会过度控制很僵硬。 然后点击出图,这里需要等待一会,这个页面的进度条有可能会跳掉,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在进程里看到程序是在疯狂跑图的,这个2秒多的视频要出85张图,每张图要迭代20次,所以需要给它时间。 我这边测试下来是,出1秒钟的视频大概要等5-6分钟。 我的做法是把视频截短成3-4秒钟的分段视频,一段一段地跑,因为我怕视频太长,中间会出错。 我觉得,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个2秒的视频,用了13分钟的时间,然后我来接着上传下一段视频。 中间的过程我就不放了,这是另一段4秒的视频,用了22分钟。 最后,我们来对比看一下效果。 整体蛮流畅的,并且面部表情和手部姿势也很好。 好了,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了,记得关注哦。